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希乾13圍到Patreon 標題是 沒有SIM卡用的王子 昨晚南華早報獨家報導說杜拜王子 是宣佈在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 並且註資5億美元之前 原來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以藝名Alira走紅菲律賓的新進唱作歌手 真是估計不到 但是南華早報的報導 還有一個內人尋味的細節 似乎不是人人都注意到 就是記者引述2021年12月王子的訪談 以及2022年11月菲律賓廣播公司 GMA News的報導 說王子除了是歌手 還是一個政府機構的內部審計員 南華早報引述王子訪談的一段話 他說I'm currently having a job working as an internal auditor OK, that's a bit boring for me, I know but actually, I enjoy singing more because it gets to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because, again, I'm a people's person and I wanted to help others just discover, shine, and shed a light on people 中文即是說 我目前的工作是內部審計員 是,對我來說是有點悶 我知道 但是實際上我更加喜歡唱歌 因為我可以藉此同人建立聯繫 也是因為我是一個喜歡教制的人 我希望唱歌能夠幫助別人發現自己才能 發廣、發廣、趙良太人 就算做皇帝都可以唱歌的 就譬如開完帝就熱愛作曲唱歌 還懂得鼓琴和吹燒 這樣王子做歌手也不算很出奇 但是其就其在 他邀前萬官 至少有五億美元的閒錢放在香港投資 為什麼還要委屈自己去做一份 A bit boring的審計員工作呢? 有錢就是任性 莫說是做歌手 做鴨都沒問題 最重要是happy嘛 但是有錢還要帶一份門工 那就恕我如露了 實在是無法理解 更好笑的是 今早上看了一篇Facebook的公開帖文 標題是皇子拜訪後期 實在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叫做Start Free 創自由的專頁 在2023年12月16日 即是皇子訪講期間 發了一篇文章 中富有作者和皇子的合照 裡面最有趣的一段就是 寫著 生活上 皇子和正常人一樣 都會怕沒有WiFi 所以我漏夜變了幾張SIM卡出來 讓他和徐崇都上網 打到電話回杜拜 對不起 我真的笑到噴發 堂羅一個杜拜皇子 吹到身價有數以十億 那個手機居然是沒有漫遊 本尊和徐崇甚至連SIM卡都沒有 要靠一個瓶水相逢的網主 漏夜將來 徐崇的工作都做了 真可憐 不知道皇子最後有沒有付SIM卡錢 給這位網主呢? 皇子做歌手其實就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皇子還要打工做審計員 而他出行的時候 自己和徐崇竟然連一張SIM卡都沒有 我就覺得不可思議了 學電影《東邪西毒華齋》 喂 請殺手你都找個有著鞋的啦 香港政府要引入中東富豪 是不是都應該找個有SIM卡用的呢? 本文更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立場 感谢观看